当然就是,如果画出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实际上,这个空白是看不到的 可是它实际上是画出这个区块而已,这个区块 所以如果你要画这边这个区块的话,第一个你要先会出什么? 空白部分 再画出第二个空白 再画出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所以其实基本上 全部串在一起,就输出结果了 原来东西的话,就是空白加星号而已 所以两个输出 所以这里变成说,这一个两个两行,这个的话变成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还有一个,这个第六行可能要加上去 可是这个加不加好像到 好像还是有问题 所以 也就是说,这边后面可能要串 总共会有 六行程式 那串的方法的话 如果我知道这个规则 那其实我刚才试了一下 大概快速来看一下,这个输出 应该是这一个,没错 那如果要再串第2个的话 再来就是一个空白 所以呢,就把这一行空白 把它怎么样 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然后记得这个 因为呢,它每一个都要串一起 所以这个尾巴的 Enter 这个都都要把它去掉 就是不能换行 不能换行,它又折到下一行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 这边的空白之后,在下一个也是空白 所以再把这一行 再复制一个 所以 这一行 是这个区块 这一行是这个区块 那这一行是这一边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空白 那再来的话就是 再把这个 三角 这个信号输出 那最后的话就空白 最后这个空白 很重要 记得把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一定要换行 有没有,你看前面都有加END 等于没有换行 可是你最后一行 一定要换行 我印象中好像这样就可以 把那个两个三角形给输出了 其实我也 试很久了 没有人说一下这么厉害 眼睛一下子 该怎么写,马上就可以 一下子就完成 那真的是厉害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不过我也不确定到底OK 执行一下 有没有 一个出完 另外一个就出完 哇 好,大概是这样 那细节部分 请各位回去 再踹踹看 最好的 方法就是 自己想想看 如果可以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 等下再来一个部分补充 我刚做的答案在这里 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可以 自己再玩玩看 或者是说 你觉得这太简单的话 你可以再变化一下吧 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变化 三角形 左边右边 上面下面 反正你可以自己再去 想想看 那 接下来的话 最后 很远时间来看一下 坏回圈吧 那回圈里面的话 缝回圈用的机率 我自己是用的比较多 好 那坏回圈的话呢 用的相对少一点点 不过呢 其实机会也非常的大 那 到底 回圈呢 为什么会有两个 到底 缝回圈跟坏回圈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呢 其他最大的不一样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提过 缝回圈的话 你会发现后面 通常会带一个range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资料是有一个范围性的话 那当然就用 缝回圈是最恰当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 在那个像Excel 或者像资料库 因为它基本上笔数都是 可以知道的 所以通常用缝回圈的机率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那个 你不知道笔数 或者你不知道到哪边要停下来 那你只能怎么样 然后一直跑 跑到最后 结束为止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 用画回圈会相对比较恰当 OK 那至于说呢 这两者之间的话 也没有办法互相的 做一个 计划 其实是可以 比如说像那个 画回圈的话 那如果像之前我们是1加到99的话 应该还有印象吧 那如果说呢 我们假如说要把 之前的这个 1加到99改成 画回圈的版本的话 1加到99 之前我写过这里 OK 不过我们之前是上A上B嘛 那跟各位讲一下 我把这个改成那个 改回来好了 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加总的好了 这个是 之前的版本吗 加总的版本 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改成 画有的版本的话 也就是我今天呢 我不用 发回圈 来撰写 这个的结果的话 那跟各位讲 至少会有三个地方 你要做变更 哪三个地方呢 第一个 我跟各位讲 因为 这个发回圈 它会给你出值 也会给你结束值 OK 可是发回圈没有啊 所以你变成说 你需要自己产生 第一个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初始值在哪里 所以 对哦 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化回圈 我们换个版本 假设我们 之前的这个是 1加299的 4的版本 有没有 加总结果 4950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用 把那个 4回圈改为 化回圈来写的话 那该怎么改 首先第1个 4回圈有出值 但是化回圈没有出值 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会 需要在 回圈的 上面 增加一个i 的值 i等于 i等于1 变成说如果今天我不用4回圈的话 那我需要自己产生一个出值 把那个第2个 把什么呢 把这个地方 注写掉 4回圈改成化 所以我把这个4 注写 Ctrl 1 那如果说我这个地方改成化回圈的话 一样这个地方 输入一个叫化 那后面的话呢 你就不能用range 你后面的只能带一个什么 逻辑判断 有点像if后面放的那个逻辑判断 那什么情况下呢 要去做累加的动作 要去做累加的动作 一个逻辑判断 可是 在画回圈里面 他没有帮你加1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必须要在 程式里面 帮他加1 所以这个地方 假如你改成画回圈的话 变成你要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一个 不禁止 i 等于i 加1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i 等于i 加1 这个叙述的话 他跟各位讲 如果你把你少加这一行 你直接执行的话 就会变成 一个无穷回圈 也就是说因为i的值永远是1 他永远是小于100 那意思是他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什么时候停下来 跑到你程式荡掉为止 OK 因为他没有出 所以画回圈也蛮危险的 也就是如果你 后面的那个条件永远没办法满足的话 那他就会陷入一种无穷回圈 的状态 所以有人 不太熟悉这个 写错了 完蛋了 程式跑到荡掉为止 所以特别特别小心 那我们归纳起来 缝回圈如果要改成画回圈 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变更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什么 这个初值 你变成要在这边 把它写到 回圈的上方 第二个的话 结束值变成你要是一个逻辑判断 第三个的话 不禁值 变成你要自己在这边加一个 整一个加的一个 一个一个公式 然后 再把它加一 所以你会发现 以这个来看 用缝回圈好像似乎 比用那个 画回圈来写 会恰当许多 有没有 那 好像写完了 最后我们来乱一下看看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这一题来看 说真的 没事 用缝回圈比较简单 OK 但我也发现有些人很喜欢用画回圈 还是 写画回圈 不过这个当然 它没有硬性规定 我们来直接执行看一下 所以如果确定我可以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最后输出的加总结果 也会是 一模一样的 只是当然程式我觉得好像相对没那么精简 OK 所以呢 同样的道理 假如说我希望 前面写过的任何程式 其实都可以运用同样的逻辑 可以把它改成 快回圈 比如说呢 像我们刚刚那个九九真法表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快回圈嘛 一样三个地方 第一个 假设我们把 I的改变 I的话就变 这个 初始 第一步 等于 第二步的话 把 复回圈 注解掉 当然你可以删掉没关系 那把它改成坏 条件的话就是当I的嘛 当I是 小于10的状态 那记得呢 一定要在这个里面的 一般是最下面一行 把它增加一个I 等于 I加1 如果你没加的话 那程式永远跑不出来 好 那我只有改I的部分 执行给各位看 结果会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其三个地方 你们出来的结果 也会是跟刚刚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会需要改三个 那J 的话呢 改的方法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把这个J 变动的话 那一样嘛 这个I 请你把这个 初始 写在他的上面 J等于I嘛 然后把这一行给注解掉 Ctrl 1 然后在原来的回圈的位置 加上一个File File追怎么样 小于 小于10 才去跑底下的事情 记得呢 一定要在这个回圈的 这个阶层 记得这个阶层是这个的里面 的最下面一行 加上J 等于J 加1 记得你那个 加的位置不要加错了 如果加错位置的话 城市也一样会 有问题 OK 所以三个地方 也就是 所以 理论上 凤回圈跟化为圆是相通的 只是说 什么情况下 用哪一种回圈来写 是比较恰当的 这点可能要 特别注意一下 后面的话我们会练习蛮多用 看这个化为圈 或File回圈 Block 缩牌的错误 这里啦 对 对对对 这应该是在下一阶才对 OK 跑到人家家里去了 OK 这个一定要是放在它上面 不然的话 阶层错 它也会出错 执行一下 OK 没错 我刚刚怎么会打到这边 OK 好 所以这个 就完成了 所以其他的部分 请各位也是可以试试看 把那个前面写过的 这个纠层方表改成化为圆的版本 也可以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因为 我们刚刚改的是本来用File回圈比较恰当 那改化为圈当然没 只是说 我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地方如果假如你要做两边的这个 这个变化的话 那可以这样改三个地方 初始词 有没有 初始词 恰当 像后面的话我们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 判断那个是不是一个值数 比如如果今天想要写 一个 这个 一个练习 就是我今天输入一个数字 那帮我判断一下 到底你输入这个数字是不是一个值数 值数应该知道 那个嘛 定义嘛 除了1 和自己本身以外的 这个数字 1到自己 不能被其他 这个数字整除 整除的话 整除的话就是 什么 除完之后 不等于0 就是有余数的话 所以你可以想到百分比 百分比 如果 的话 那就表示说 它是一个余数 所以你可以想到 如果说我今天 想要来写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话 第一个我input input给他说 请输入一个整数好了 那输入完之后呢 我把它 放到回圈里面跑好看 能不能被整数 如果 他假如说都不能被 所以中间的其他 这个 数字整除的话 那表示说 它是一个值数 那可是 反思的话呢 那就是什么 他就不是一个值数 所以其实如果今天假设 我们要写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程式 该怎么做 OK 请各位试试看 也许先不用看答案 你大概知道一下 大概知道规则 也许试着想想看 和 感谢观众 詞曲 李宗盛